很多人都在問 宋主席每一次選舉 選票上面都還要找一下在哪裡 這次你沒有參選了 因為你也選了好幾次了 為什麼你這次沒有參選 我為什麼不要進去 這種老招就不要再玩了 以前都說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 就可以拉到票 第二個 他們說 宋楚瑜如果去的話 還可以去競爭 去做立法院的院長 我講不好聽 我提出了三點和平呼籲 將來如果我有一個立法院院長的頭銜 我去處理這些事情 我講不好聽 反而很不方便 主席 你看這三個人 誰可以幫台灣把關 三個人 到目前為止 我還在觀察 下班再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歸王 大家晚安 今天很榮幸為大家邀請到 齊民黨的主席 宋楚瑜 歡迎 大家好 主席好 主席一來我就有背景的Gingle BGM出來了 什麼 宋楚瑜 鄭曉雄 有你有我 什麼都不怕 有你有我 對啊 心裡有情 不怕我 宋楚瑜 鄭曉雄 兩千年的時候 對不對 我現在全台灣到處走 我碰到不少人 比如說昨天我花了一天的時間 早上五點多鐘起來 趕第一班到澎湖去 然後我走到哪裡 到澎湖 為什麼去澎湖 澎湖去看看那個地方 當年我做省長的時候 我每一個月至少去澎湖一次 我一個 我至少去澎湖一次 為什麼至少要去一次 因為我承諾過 我一定要把澎湖建設好 我常常問很多人說 你曉不曉得 台灣有個最重要的離島 叫台澎 澎湖 一共有六十四個島 島嶼 我每一個島 只要有人的 我都去過 真的 我都去過 真的嗎 而且不但去過 而且都去做建設 所以我昨天去看一看 因為他們邀我去看一看 當年我做的事情 現在的成果如何 當年澎湖的鄉親 尤其是婦女同胞 他們出門一定要戴一個面罩 為什麼 封沙之大 澎湖可以講是寸草不生 嚴格講沒有樹 但是今天你去看 還有森林公園 你看 一共澎湖 一共有四條最重要的 叫做縣道 澎一縣 澎二縣 澎三縣 澎四縣 每一條縣 每一個這個縣道 都是四縣的大道 你昨天去看了以後 兩棚的南洋山 長得之高 已經入齡 而且都成齡了 那你去看這個以後 所以我到那個地方 就在生長 我到每一個地方 尤其到外安 到西嶼最南邊的那一個海港 那些婦女同胞 圍著我 孫長 謝謝你當年 幫我們做的這些道路 我為什麼 澎湖的縣道 跟神奉附有什麼關係 我常常問人家一個問題 請問 什麼叫做省道 省道就是一個縣道 一個縣的那個道路 就叫做省道 美國叫做State Highway 什麼叫國道 一個州到一個州 一個省到一個省 那叫做國道 台灣怎麼會有國道 原來一個台北市的院俠市 穿過台灣省到高雄 所以這叫做國道 那麼台灣 為什麼全省都有省道 就唯有澎湖沒有省道 我們21個縣市 只有一個縣沒有省道 請問 從台灣 本島有哪一個縣 可以開車開到澎湖 所以就沒有省道 不能開車 所以宋楚瑜在澎湖 用省道的標準 替澎湖的縣道 蓋成省道的標準 而且所有的經費 全額由省政府出 而且維護也是省政府出 為什麼 因為澎湖縣政府沒有錢 那個地方 那時候都沒有什麼產業 你想想 他連水都不夠 所以宋楚瑜那時候 就講過一句話 澎湖人沒有水喝 宋楚瑜不喝水 然後怎麼辦 開始用船去運水 那要花好幾億 但是這個只是能夠解決燃眉之急 長遠怎麼辦 昨天又去看了 我們當時做的叫做海水淡化 所以現在海水淡化 這是李鴻源建議的嗎 不是 那個時候我們是由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全台灣的自來水 是由台灣省政府當時在管 不要忘了 台北市的翡翠水庫 水的供應這些東西 也是台灣省的自來水公司在負責 你們現在開始 台北市您喝的水是哪裡來 不是翡翠水庫 是到水荒的時候才會用翡翠水庫 平常都是用底下的叫做南市溪 是台北縣的那個水 主席 南市溪不是供新北市 台北市供翡翠水庫嗎 不是 台北市是到緊急的時候 不夠水的時候 在枯水期的時候才用翡翠水庫 我做省長 那時候翡翠水庫 是在一百七十公尺以上的 這個方面沒有征收 一百七十公尺以下的 因為要蓄水就把它征收了 所以在一百七十公尺以上的人 還有在你種樹 還有在你養雞 請問這些東西留到台北市 你覺得如何 有沒有人管過 宋審長管過 我們當時因為是台灣省的自來水公司 是省政府的下屬單位 所以我又花了十幾億 把上面的人都牽走了 省長有關於各地建設的事情 剛剛才一開場 馬上就觸發了宋審長的這個按鈕 馬上就可以講到全台各鄉鎮 對不對 但我要跟省長報告 我還沒有介紹我們的學寶 我們的助理主持人的學寶 我都忘記了 我聽到好入神 讓省長知道他是學寶 他今天也跟我們一起大家聊一聊 他也會問你一些問題 謝謝 我們歡迎學寶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不會不會 我剛剛聽到好入神 沒關係 我們這個聊天節目都很OK的 不過主席我想要問你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 我印象很深刻 學寶可能沒聽過 澎湖人沒水喝 宋楚瑜不喝水 當省長的時候 就說上報紙的標題 你在做這個宣誓的時候 我就想問是 是你幕僚群討論 讓大家很清楚知道你的決心 那確實你也就幫澎湖解決 你是自己想要這樣講嗎 還是說是你的整個team 裡面有很厲害的幕僚智囊 黃毅嬌 李鴻源這些人 是你自己想要講這句話 原則上這一個句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為什麼原因 我從小我的父親教給我 就是必須要意味思考 要替人家所想 我既然做了臺灣省省長 那時候全省鬧水荒 而最嚴重的是澎湖沒有水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就講的話 那我有個政策目標 我常常說政治管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管政策 第二是管資源運用 第三是管用人 那既然現在全省都缺水 而水荒最嚴重的是澎湖縣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開始去找阿兵哥 那就是找海軍總司令 那時候叫顧崇蓮 請他幫忙 用這個我們海軍運捕的船 壓艙的水 請他到了澎湖卸下來 空的這個壓艙回去 回高雄 以前沒有人這樣做過 以前沒有 以前也沒有這個需要 那你們想到要這樣做 以前也沒有這個需要 現在沒有水 所以開始是用壓艙水 後來還是不夠 這時候我們就花了上億的錢 雇用一個外國運唐漿的那個大的船 到花了一億多去 當年的一億 當年的一億 那是很大的錢 對 我剛剛不想了嗎 什麼叫政治啊 政治管三件事啊 你認為老百姓沒有水喝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那重要的你就要花錢了 你就需要把資金投入這邊 而且還要有人去督導 去完成這個事情 但是這個只能夠解決燃眉之急 這個澎湖的最大的水库 澎湖的馬公的水库 這個乾了 乾可了 沒水 是不是 那時候這時候你就想辦法 你要來運水 是不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因此剛剛講的 這個水库也不是可靠 因為颱風來沒有帶來水 水库也乾旱 那怎麼辦 想辦法就是海水淡化場 我特別到了夏威夷去參觀 學到夏威夷那時候就有海水淡化場 那時候新加坡還沒有 那時候沒有 那是 所以澎湖的海水淡化場 是全台灣第一所海水淡化場 所以現在就不缺了 現在 你曉得 現在澎湖人喝的水 70%是靠海水淡化場 你就可以曉得 我這次去 又發現澎湖好久沒下雨 颱風來 轉彎 都沒有到澎湖 所以那個澎湖的成功水库 也是 非常低 不夠水 好 所以因此我剛剛特別講到 你就要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好 非常謝謝主席 今天很多話題要請教你 我也跟學長講 因為這個我們完全沒有給主席什麼提綱 因為主席他有很多話可以談 但開場主席就一直講澎湖 因為昨天去了澎湖 對 我相信今天看我們節目的澎湖人 甚至是你 你本來是澎湖人 現在到台北 哪裡去生活的人 聽完剛剛宋主席講這句話 我都覺得 我是澎湖人 我一輩子都感謝你 是 所以我到那邊去 沒有問題 我幫他們修的道路 四線大道 是不是 第二個 澎湖是很多很多的島嶼 剛剛講64個島嶼 有很多的漁港 昨天我去看這些漁港 這些漁民都感謝我 為什麼 每一個漁港 一共澎湖 二十幾個漁港 全部被我翻修 每個漁港 因為他們出海 澎湖一共有一百多個村落 有兩百多個廟 為什麼 出海 就是要靠老天爺 如果能夠滿載而歸 澎湖人很感念 所以一定要還願 所以就要去做一個廟 然後來拜拜 所以你去看澎湖的鄉親 很有感情 我去那以後蠻開心的 他們帶著我去看以前 我所做的事情 在這個地方 我特別要強調的 就是基礎建設 這是一個根本 基礎建設看 你做得高高的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你曉得澎湖有個小島 叫做花雨 花雨 就是在澎湖的外海 有個小小的島 上面也有一兩千人 你看 我第一次去花雨 你曉得 我最驚奇的是什麼 全島沒有一個廁所 沒有廁所 你簡直不敢相信 家裡面也沒有 家裡面有 什麼家裡有 整個島上面都沒有一個廁所 那你要辦事 海灘上就可以辦事了嗎 你覺得好嗎 這就是我們貧富差距 沉香差距 你要不要去做 如果你是個管家婆 你管不管 管 所以澎湖很多離島的老師 一個禮拜只洗一次澡 都沒有水 都要跑到馬宮那去 離島都沒有水 後來你看 不斷的很多的小的水庫 這個人慢慢去做 所以有些地方要水 有地方怕淹水 有人地方要路 對不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拉回你的主題 我們這一次選舉 對不起啊 你曾經跟我聊過天 你覺得應該支持誰 我看了以後非常失望 我從來沒有看到選舉 台灣選成這副模樣怎麼樣 都是你罵我我罵你 怎麼去解決問題 這個才是真正大家關心的吧 學寶 你今天聽主題這樣講 老師父當之無愧 對不對 真的 我們平常沒有在講澎湖 那為什麼主題來今天講澎湖 因為昨天去澎湖 澎湖 對 那儀杰剛剛跟我講說你們要拍片 你會是在 但是為什麼 澎湖現在缺了什麼 還缺兩個 還缺什麼 醫療 醫療 又是偏遠的地區 沒有醫學中心級的醫院 就是好 就是好 這些比較高 所以有重大疾病的時候 要到台灣 要送到台灣 對 第二個 我就看到 這些航空公司的班機 不夠 醫療跟交通 交通 這些東西又要改善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他們的遊客 需要放在光光 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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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的時候 澎湖 很多台灣人去旅遊的話 那時候叫一票難求 對 但是現在是風季 冷天的時候 就是你跑到那邊 整個這麼漂亮的大旅館裡面 我們吃飯的時候就是這麼一座 真的喔 當然 為什麼 觀光客員還不夠 觀光客員不夠 對 所以你就要產生觀光客員 這就是我最近提出的呼籲 我們歡迎大陸的旅客 到我們台灣來看看 維漢 我要講一句關鍵的話 為什麼宋楚瑜對於澎湖這麼關心 你覺得好奇怪 一個月要去一次 我一共省長任內去過74次 而且使用了260多億的資金去做地方建設 為什麼 因為我看歷史書 我從小喜歡看歷史 歷史說 要打下台灣 一定先要打下澎湖 所以歷史書上有一句話 澎湖師全台震驚 所以你看看震驚 鄭成功要拿下台灣 先下澎湖 對 康熙要拿下台灣 先拿下澎湖 日本甲午戰後 雖然已經隔讓台澎給日本 但是台灣人不服氣 對不對 成立唐錦松的抗爭的一個舉動 所以日本先軍隊拿下澎湖 然後再開始登陸台灣 所以在歷史上面有這句話 澎湖師全台震驚 要保台灣先保澎湖 對不對 同不同意 要保澎湖 要先保澎湖的人心 這就是政治 你要保護一個政權 你老百姓的人心盡失還行嗎 所以現在大家說台灣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現在大家都想要政黨輪替 大家都想到我們現在如何想辦法 讓台灣重新找回我們對民主政治的期待 但是問題是現在不是人心思變而已 關鍵是在民心望智 什麼叫智 智就是孫中山先生講的 什麼叫做政治 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 管理眾人的事情 就是要把十一住行把它辦好 是關掛孤疾廢疾者 藉由所養 這些都是政府要辦的事 但是為什麼現在每天在叫 講得多做得少 偉漢是我很不客氣的講 我看到你這邊的錄音的地方 門口摩托車停成這副德信 停成這副德信 難道只有你這條巷子是如此嗎 台北市的停車的問題有解決嗎 我昨天又到了澎湖去看了嗎 跨海大橋 就是澎湖這幾個從馬公到白沙到湖西 然後到西域 然後有個跨海大橋全部連起來 除了其他兩個清美和這幾個島之外 連起來跨海大橋 在先總統蔣公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單線道的跨海大橋 當年跨海大橋還要吹口哨 為什麼 這邊過去那邊不能過來 看看 我把它做著 拖寬 不是拖寬 新修一條 雙線大道 昨天去看了 果然沒有換掉 澎湖跨海大橋 蔣中正題 我沒有把它換成宋楚瑜題 為什麼 前人以前曾經做過的事情 要有分寸 其實現在那邊橋是主席您後來做的 對啦 主席意思是這樣 所以現在那邊是變成觀光景點 觀光景點 不要忘了 那個橋是我省長認略重新修的 我每一次聽這個 宋楚瑜在講這些 就是以前神政府的時候 全台各鄉鎮的建設 因為我當個政治記者 我也都22000市都會去跑 對 徐寶你要知道 你是第一次看到宋楚瑜本人嗎 我第一次 第一次啊 而且他剛剛講的剛好都是 我有去過玩的地方 我跟所有我們這個 看下面還有網友報告 你看美國現在目前這個 拜登總統 他準備要爭取連任 對 那他前一陣子大家看到說 他有這種什麼 空氣部就可能停在那邊定格 又或者是又忽然講一講 不知道要講什麼 觀眾朋友 我跟他同年耶 宋主席 對我真的要說 跟拜登總統是同年 1942年出生 對他們同年 他們同歲 所以現在就在我前面的 老師傅宋主席 其實已經滿80歲了 對不對 所以完全看不出來 你講的比我們很多 我好奇應該是82 評論人都更清楚 我好奇應該是82 我1942年生的嘛 你不是三月嗎 三月 主席就是個寶山 入寶山我要多挖一點主席的這個 好不好 您的這個治果的理念跟方法 上次我在我的廣播節目有問 我再打一個叉 因為剛剛沒有講完 一點小小的事情 我剛剛講 水庫做成水之後 第一個去試喝的就是我 你看所有包括客家鄉 幾乎客家鄉 早期都是打自來水 打井水 沒有自來水 我去跑到這個桃園鄉下 包括那幾個 幾個這個偏遠觀音鄉啊 這些地方問的 那些鄉長就向我抱怨說 我們這邊都沒有自來水 請這個省長請你喝水 這個水啊 不是咖啡也不是茶 這就是我們的井水 黃黃的 就是黃黃河河的 為什麼 開始工業化 地下水污染了 我說為什麼你不裝自來水了 他說省長 自來水這個名詞 是日本人發明的 日本開始現代化 叫自來水 對 水會自來嗎 不付錢會來嗎 所以應該改成錢來水 不是自來水 對 也是 要花錢才會有 要花錢才能喝 要花錢拉管線 所以因此要幫他們去裝 拉管線 而這些偏遠散居的這些鄉鎮 要去拉那些管線 一家至少要付三十萬 這麼多 三十萬現在都是大數字 在三十年前更是大數字 那怎麼辦 這又是我剛剛講的 政治管線三件事情 設定目標 改善偏遠地區 飲水計劃 這是我的施政的目標 開始把所有客家鄉 原住民的鄉 全部幫他們裝自來水 幫他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裝好之後 這些自來水開始做完之後 第一個去試喝的 所以我看大陸上的電視 如果你有機會 看中央電視台 每一天中午十二點到一點 是他們的國際新聞 它當中一定有穿插一個廣告 賣自來水的淨水器 淨水器 叫做易開德 我很喜歡的那個明星 叫做劉濤 在那邊做廣告 你想到嗎 這個淨水器 可以把泥沙 把它過濾掉 還有把鐵鏽 大陸上的自來水 還有鐵鏽 還有鐵鏽 好可怕 對不起 你必須要很自豪的 因為台灣有個叫宋省長 它的淨水器的名字 就叫宋楚瑜 它一定自己親自過濾以後 才可以通水 為什麼原因 這就是生活品質 我們現在台灣的水 為什麼高雄的水 開始大家不敢喝 因為高瓶溪被污染了 養豬 養雞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工廠 工廠 宋楚瑜的時代 就把高瓶溪的上游的乾淨水 抽到台南的南華水庫儲存起來 花一百億做管線 把它運到高雄變成飲用水 這個一百億是小數字嗎 做這些工程是小數字嗎 但是政治管什麼 政治是人民的小事情 就是政府的大事情 這就是我 在做省長的時候講那句話 民眾的小事情 就是省長的胎事情 這是客家話 這是小事情 就是我們心中的大事情 對不起 我們必須很自豪的 偉翰 現在大陸上 這句話也都在學 人民的小事情 就是我們黨的大事情 是我們大家的好重要的事情 你不覺得台灣的驕傲嗎 就是民主化的結果 不只是可以選舉 是要改善它的基本生活的那些條件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不同的層次 高的層次 自由民主的價值 第一的層次 是有福同享 是不是 所以因此怎麼樣去改善 我們現在的這些政治上面的 一些大的這些問題 那既然現在我們有這麼多的人 還在騎機車 你想想看 包括行人安全的問題等等等等 這都要拿出一些辦法 不是用嘴巴講一講 而且實質上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惜開幾應得後 不是說 我今天向你講 我要準備花多少錢 編告預算幾百億什麼 不是這個問題 有些事情是不切實際的 我常常講一句教話 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話 我住過 我去過全世界 除了南極北極沒有去過 全世界重大的都市我都去過 中南美每一個國家的首都都去過 南非 非洲 俄羅斯什麼都去過 但是你去看看這些國家的那些景觀和改善 我們台灣還有一些要去加油的地方 沒錯吧 要去加油的地方 但是台灣這個地方有一件事情 我們非常自豪 以前大家說 你只要拿到美國的護照 拿到美國護照 你可以通行全世界很安全 現在對不起 拜託 拿到美國護照 到中東地區 要特別小心 沒錯吧 沒錯吧 這是第一個 但是全世界有哪一些國家的人 到台灣來不會覺得台灣的人情味特別好 我們沒有排斥人家 是不是 而且看的是外國人有時候還幫他忙 問路啊什麼給予這些 這種友善的台灣 這種的國際觀和世界的那種通往 你必須要說 台灣人的教養就是靠人文訓練出來 所以現在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台灣如果我們的教育的內容 不是只有學一技之長 但是更重要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倫關係 和社會關係 也要加強 主席我跟您報告 因為這幾天正好在進行這個 總統的政見發表會 對 然後這個還會有總統的辯論會 禮拜六 那以剛剛你這樣子信守你來 講到很多地方的基礎建設 可能三位總統候選人都沒有你熟悉 都沒有你了解這個國政的破壞跟執行 很多人都在問 宋主席每一次選舉 選票上面都還要找一下在哪裡 那這次你沒有參選了 因為你也選了好幾次了 為什麼您這次沒有參選了 我這次不參選 嚴格講起來 好多人說我們參加政黨票 因為台灣的選舉制度 學日本學美國單一選區 每一個地區單一只能選一個 所以小黨會受很大的歧視 或者甚至於弱勢的參與 所以因此我覺得將來我們在制度上面 應該把不分區的民額增加一些 讓台灣多元化的社會 不同的這些政黨和思維的人 能夠進到國會一起參與國政的討論 所以我這次我們親民黨只參加這個叫做政黨這張票 我們抽到一個號 老天爺很幫忙 抽到14號 為什麼叫14號 為什麼叫14號 我這邊 一張票一事情 你看14號 就是一張票 一張票 一事情 就是選給14號 他會做時事 時事在在的做時事 做時事 做時事 選時事 做時事 選時事 講空話去選別的 OK 那你自己吃苦頭 主席現在講到這個 因為本來還要問一下賴清德 柯文哲跟侯友 等一下再問 你就講到14號 就是抽出來的號碼 抽出來 就是老天爺排的 來 我問主席 我直接問好不好 因為宋主席 你一出現的話 很多人還是第一個感念 你就像剛剛澎湖 我也跟主席報告 我母親已經不在了 我母親 他之前人家都會講就是 我母親就很喜歡宋主席 因為你在台中那個中校路夜市 有跟他握過手 所以這個就是親自要到 看工地要親自到 拜票要親自到 有握到手的人 真的就會特別支持你 那這次大家講說 那宋主席你 你不分區你把自己排 譬如說你排個第三名是宋楚瑜 前面就有李同豪 陳怡傑 那你第三名是宋楚瑜的話 那大家講說 為了讓宋楚瑜進立法院 那可對不對 那可不得了 那大家可能就投給親民黨的 可是 最後這個名單公布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名是李同豪 第二名是陳怡傑 也在現場 那還有第三名取照相 大家都在講取前三個 可以過5%進去 沒有看到宋楚瑜 那那個投票議員 可能就會有差處 你為什麼不把自己排進去 部分區裡面 我想做一個說明兩件 一 我們這十位 每一個都有代表性 像李同豪他是金融產政和經濟專家 以前也是立委 他也是做過立委 陳怡傑做過兩任的立委 也是立委 而且他在立法院的協調的功夫 第一流 那就是他當年 我們親民黨有個小的黨團 但每到了重大問題的時候 發生那些激進的派 我講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講 民進黨的激進派 希望把我們兩岸關係條例 甚至於把憲法前面的前沿 在國家統一前把它去掉 這時候 親民黨我們就提出來 說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應該要政黨協商 就把事情擺下來 既不需要表決 後來大家也就沒有去處理了 那就是不需要 既不要當場對決 也不要讓某一些人難堪 講不好聽就要用智慧 所以這種協商是為親民黨嗎 不是 講不好聽 是真正要去解決問題 不是去吵架 把某一些統獨的問題也好 某一些問題把它去突出來 而沒有去找出解決的方案 突然引起社會和大眾的那種情緒的對立 這不是民主政治的真正的意思 所以趨兆強他做過台北市演考會的主委 當然我特別提到了 我們需要我們的政府所定的政策目標 要有人去執行 要有人去監督 我昨天到澎湖 碰到多少的人都碰我 他說神長 你講的話一定會兌現 這就是我在現場 我們當時所做的承諾 或要去改善的東西 一定有人follow up 一定有人來追蹤 來去執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找趨兆強 將來對於這些各個政黨和國家的行政單位 我們目前的這些事情 要有人去追蹤執行 這是趨兆強 何偉珍那更是農業專家 他澎湖這些樹 昨天他們還特別去造 開始的時候種那個樹都長不大 為什麼有海風 有鹽分怎麼辦 旁邊都還要做一個小的圍起來保護 何偉珍是林務局局長 他在澎湖 他在阿里山 他在所有台灣的路樹 你曉得我在台南做的東西像快速道路 當時就要把一條台二次線要把它拖寬 以前在窮的時代 我們有叫做公營的一些產業 叫做造產運動 種了很多的那些芒果樹 那個芒果的收入就是市政府 縣政府的收入 現在你要去拖寬 要不要把這些樹 可能就要移植回來砍掉 我再講一句話就好了 結果呢 宋楚瑜去承諾 砍一棵 種回十棵 你看 種了三千多棵樹 現在你去看台南的這些漂亮的拖寬的道路 樹照樣成林 什麼原因 就有人去執行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那種代表性 所以主席你提出來的這個部分群民 經過你這樣解釋 確實都很優秀 可是 沒有一個人花一毛錢 是 沒有買 不要買票 我都沒問 也不需要 有人說 要去宋楚瑜這個 要出多少錢 沒有 為什麼原因 他們能參與 是我拜託來的 而這些人確實很有心 希望要來替台灣好好做事 確實優秀 確實經過宋主席你的考案之後 就是能列進名單當中了 可是我剛剛的問題是 他們的能力 他們的知名度都好 都是上上之選 可是還不及您 所以 所以你如果排進來的話 可能大家這個 想說 藍綠白我總統 因為你沒有選總統了 那我總統票沒有宋楚瑜可以投 我懂你的 我總統可能投給哪一個藍綠白 但我政黨票可以投給宋楚瑜 我懂你的話講 是啊 政黨的票 投給宋楚瑜所支持 和點名的這些 我們14號做時事的人 但是我為什麼不要進去 這種老招就不要再玩了 以前都說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 對 壓線 第二個 他們說 宋楚瑜如果去的話 還可以去競爭 去做立法院的院長 我講不好聽 我提出了三點和平呼籲 將來如果我有一個立法院院長的頭銜 我去處理這些事情 我講不好聽 反而不方便 你下次去問王金平先生 他做立法院長的時代 他去大陸方不方便 不方便 我現在講不好聽 所以我就可以真正去呼籲去做這些事情 還不需要請假 是 一法院要開會吧 對對對 沒有公司 然後就不會被人家 這不會被人家調查 被人家去檢舉 你看他只有簽到 甚至於簽到都不簽到 就跑掉了以後 然後呢 就提移送公訴 還起訴咧 有沒有這個事情 有有有 我幹嘛去扔這個麻煩 我要去奔走兩岸的事情 甚至於我剛剛提到 我以我對國際事務的了解 是 你曉得嗎 我知道 你很厲害 我做從新聞局長的時候 日本跟我們1972年斷交 斷交之後 1972年的6月斷交之後 日本把所有的新聞媒體 全部撤回去 受到大陸的壓力 這時候宋楚瑜 就自己做新聞局長 到日本去做直銷 每一個日本的大城的地方 大城市 我都去過 當然不是一次 不同的時候 去演講 去跟他們溝通 去把台灣的情況 向他們去說明 OK 所以我見過13位日本首相 不容易吧 不容易 所以我將來 講不好聽 拜託拜託 日本首相 我見過最後的一位 叫做安倍首相 安倍首相 不是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嗎 叫做台灣有的事 日本就有的事 是因為跟我談話的時候 他的結論 多講一分鐘 我跟他在IPAC談話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北朝鮮對你打飛彈 我們非常關心 我們完全支持聯合國 所做的對於北朝鮮的制裁 經濟制裁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也不是安理會的會員 但是安理會所做的決定 我們全力支持還要加兩條 我們台灣不可以雇用北朝鮮的勞工 也不可以到北朝鮮去投資 OK 他開心得不好 我說你西邊安全 我相信你也對你南邊也要安全 也要關心吧 你也要曉得 台灣一旦有一些狀況 這是你的國防生命線 如果台灣這邊發生問題 你要特別要小心 你的船或進不能進 出不能出 你的遊園也不能進 你想想看 那就是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我說對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台灣就是在地緣政治上的一個緩衝 叫做buffer 但是這是地緣政治的緩衝 但是台灣更重要的是時間上的緩衝 台灣是花了70年才從威權體制轉型到開放 今天中國大陸不斷的崛起 有很多的經濟改革 但是要改成跟我們一樣 變成自由民主的方式還需要時間 所以因此我剛剛特別講 台灣有事不是只有日本有事 整個東北亞都會有事 所以台灣沒有事 拜託請你不要來惹事 你幹嘛把這個太平洋實在很寬 台灣海峽只有好多 台灣海峽只有180平均180公里 對不對 所以台灣海峽中線 我們提出來的中線 兩邊都不要跨過 軍機軍艦都不要跨過 這是兩岸的問題 歡迎世界上各國的商船無害的通過 對不對 飛機也可以無害的通過 但是是民航機 太平洋夠大 你再大的航空母艦 請走太平洋 不要來走我們的台灣海峽 免得你們在那邊惹事 我們在遭殃 是不是 台灣沒有事 不要來惹事 這是我 將來這個話怎麼樣去兌現 我可以到日本去演講 跟他們去溝通 台灣有事對日本好嗎 不好 所以因此你幹嘛在這邊惹事 是不是 所以主席你也希望能夠去跟大陸對話 我不但跟大陸上面去溝通 我要跟日本溝通 我要到美國去溝通 對不對 假如我們親民黨在這一次 在不分區的這個裡面 得到個滿貫 哇 宋楚瑜代表的 不是他個人的意見 也不是親民黨的意見 是什麼 是台灣真正的民意 你希望能夠選到幾席不分區 所以我剛剛講 都希望滿貫 實習全上 講不好聽 這就看大家 要不要真正化解兩岸的刀兵之災 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問題 所以主席你派個廣告 誰能夠做這個事情 對 韋漢我可不可以多講兩句話 可以可以 我從蔣經國先生時代 我就被奉命去過陳水扁委員的家裡面 去他家 蔣總統的時候 蔣經國先生時代 他請你去跟阿扁接觸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準備為了國安法的制定 他要去衝總統府 帶了叫做419行動計畫 帶了很多人 這時候怎麼辦 我找到兩位先生 陪我一起到他的家裡面 民生東路的家 民生東路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他家 而且見到阿扁嫂 然後我跟他 誰陪我去 梁樹榮先生 那時候他是國民黨的政策會的副秘書長 還沒當院長 還沒當院長 那時候還是政策會副秘書長 然後還有一位蘇俊雄先生 是陳水扁在台大的老師 陪我到他家去跟他遊說 那主席那時候你是秘書長 我是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我就到他府上去跟他溝通 我說你講的這話 我們會在正在考慮 對於將來如何對於國安法 對於這些問題 會好好的思考 但是我今天特別跟你說 如果你去衝總統府 這些憲兵這些軍警 講不好聽會有衝突 那時候大家 都很難看到 不希望有流血 對不對 結果他取消了 取消了 OK 他就正式取消了 你看我在蔣經國先生時代 我就可以跟黨外人士去溝通 李登輝先生時代 如果沒有我得哭死我 這個宋楚瑜的話 請問你萬聯國會 可以這樣子容易把它解除嗎 所以我去跟黃信介主席 我去跟張俊宏秘書長民進黨的 又到黃信介的家裡去跟他溝通 為什麼黃信介帶了那時候的野百合在裡衝總統府 結果去衝總府 事前沒有協調好 他的褲子都被撕破了 所以他大怒 那時候正在選總統的時候 陽明山正式要由國民大會代表選總統 這時候他們要杯歌選 我去直接找他跟他去談 我說第一個 如果我們在這個三月份選不出總統的話 五月二十號我們總統就沒有了 請問你覺得這是好事嗎 那第二個再來講 你事前也沒有溝通好 我特別向你對不起 但是他說一定先要向我們道歉 否則我們要杯歌總統的選舉 我說我明明曉得你很支持李總統 要做我們的國政改革 要萬聯國會 那就是這樣 我今天向你保證 一旦李總統被國民大會當選之後 他會以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邀集在野黨的主席到總統府去 不去會談 先會談 來討論如何召開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要檢討哪一些問題 他接受 所以妥協跟開國事會也是那時候 就是在這邊 就是開始跟他去講啊 不是說馬上承諾就是如何開國事會議 要請執政的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當選人 跟在野的民進黨黨主席到總統府去商量 如何召開國事會議 要邀請什麼人來參加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要討論的是什麼議題 你看就是協調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有這個資格講 如果我們拿到滿冠 為什麼 你看在蔣經國先生時代 我就負責跟民進黨溝通 在李登輝先生時代 我跟民進黨溝通 我做省長的時代 一半以上的縣市長都是民進黨黨籍的 台北縣長蘇貞昌 地方包圍中央 台北縣長蘇貞昌 宜蘭縣長呂秀蓮 宜蘭縣長游錫坤 高雄縣長陳唐山 這個屏東縣長蘇嘉全 這就是民進黨的 你看有哪一個人說宋楚瑜 跟他們沒有好好一起共守在努力 我曾經跟張燦鴻 他是台南市的民進黨選出來的這些候選人 當選的台南市市長 他要修那個台南的運河 說太黑黑髒髒的 對不對 要錢 拨七億 但是開了多少會 連我們那位小情專家 那個這個這個都發聲 他說你是不是你們就是給錢 我說我們開過七次會議 你說誰 許文龍 許文龍先生 陳唐山是台南縣 許文龍先生就講 宋楚瑜就是開集 我說不是開錢 是開會 協調 不是只有去修運河邊上的那些題 但是更重要的 是不能讓台南的污水又注入到這個運河 這水永遠是湊的 所以就要花那麼多錢 那我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因為他在美國教過書 講一句英文 我們有不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共同的未來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利益 要首富台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 你看每個人跟我多 或者好 你看我跟民進黨 現在藍軍裡面有哪一個人 跟民進黨的從高層到低層 馬英九做了八年的總統 從來沒有派我去什麼APEC 既然蔡英文總統 既然兩次派我 你想想看 我以前跟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 2005年我去幫阿扁去把兩岸 那時候大陸要通過反分裂法 通過反分裂法 已經向美方的造會了 而且美國方面正是很清楚的 我在華盛頓跟美國的副國務卿 薛瑞福助理副國務卿 他把這個AIT的Chairman一起帶來 他說情況非常危急 他用了一個英文字叫做Pritical 非常危急 然後我說怎麼辦 我說阿扁現在正在要找我 想辦法要組織聯合內閣 現在不是在聯合內閣 但是我說我不能接受 他要我做聯合內閣的那個頭頭 我說第一 我跟他國家認同不一樣 第二個 台灣的制度 總統不喜歡行政院長隨時可以換掉他 我的席次不夠 我怎麼跟他做 所以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我剛剛講 我能夠跑到這個 跑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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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蔡總統找我去的話 我不是替親民黨在把關 是為台灣在把關 我見到美國的兩位總統 歐巴馬跟這個川普 是不是 還跟普丁啊總統也有在 主席你看這三個人誰可以幫台灣把關 三個人到目前為止 我還在觀察 嚴格講起來我觀察的是三點 第一個 你有沒有一個比較清楚 讓大家覺得支持的信念 第二個 就是核心價值 信念 你到底講的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這是信念 第二個 你有沒有一個像樣的團隊 將來來執行這些 你所提出來的這些政見 對不對 講不好聽 一個是信念 一個是團隊 第三個 你本身的這些處理的方式 你的政策 政見 到底是打高空還是務實可行 可行 講不好聽 現在這兩天的辯論 都是你罵我我罵你 你的貪腐讓我很痛恨 結果另外一個 你也是一樣 講不好聽 這是搞什麼呢 你是貪腐 我也不過是小貪一下 輪到我們打麻將 現在輪到我做飯了嗎 做裝了嗎 做裝我要自摸 我自己全部搞了 政治是打麻將嗎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到現在為止 政策的辯論到目前為止 反覆地對於兩岸的問題 沒有找出一個具體可行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三點 我們所提出來的建議 那就是兩岸說到目前為止 立刻可以談兩岸可不可以獨立 可不可以統一 還到不到那個程度 但是現階段必須兩個要如何相處 和平相處的實質問題先行解決 不僅是ECFA的問題 不僅是一千多種兩千多種 那些所謂貿易障礙解除的問題 這些都要懂 所以我們特別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 輪流在金門跟廈門 海基會恢復會談 結果對不起 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再講一句話 就是那個信念 到底台灣現在 能不能夠夷仗國際的勢力 來幫我們撐腰 跟大陸上武力對抗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主席你看誰的勝算可能比較高 因為你一定比大家更了解 現在目前是16天要投票了 看起來民調都是賴清德領先 之後真的就是他贏嗎 我現在可以跟您這樣講 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來 就像美方最近有些學者專家來問我 到底誰會勝選 也來問對不對 當然來問 我就跟他說 美國的總統哪會會當選 他也打不出來 他也打不出來 那主席你要投給誰 好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 到底哪一個 我給你講一個小小的一個花邊小故事 幾乎三邊的人都希望我出來替他們講講幾句話 那就表示 如果宋楚瑜講話沒有影響力的話 幹嘛要找我 我至少 就像我以前在講的 我的百分之五我也好 百分之十的那個影響力 可能最後就是這個的關鍵吧 對啊 所以這樣主席你會有動作 所以我現在還不需要馬上看他們的表現如何 不是表現要給我什麼好處 是剛剛我講的 有沒有認同 這三個基本的概念 你的信念 到底帶給台灣 台灣是可行務實的兩岸未來和國際關係 第二個 你的施政的團隊 是不是真正可以把台灣的問題 一項一項替大家去解決 第三個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政見是誰去幫你去落實 我今天可以講 嚴格講起來 大部分用的 對不起啊 是我直率的講 都是沒有經驗的人 阿扁為什麼在總統八年沒有做好 他只做過台北市市長行政的歷練 講不好聽 台灣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不是只有台北 南北差距 東西差距 城鄉差距 不是只有看台北 而這些的經驗 一下子這些局長都可以去當了部長 所以對台灣的很多事情 處理的經驗不夠 這個經驗還不只是內政的經驗 外交的經驗 是不是 國防的經驗 就是國政 市政管不到國政 國政的經驗 對 我講一句不好聽的話 天氣不好 天氣不好 我們要有國防啊 天氣不好 那個潛水艇可以出海嗎 你是指揮官你會去 照樣去出海嗎 天氣不好 那個直撐飛機可以去飛嗎 所以我們參謀總長都掛掉了 有不就是 還是美國最好的飛機 黑音號 對 我的總長都不見了 什麼原因 就是這個team的經驗和執行和探斷 這個要好好的去做 我講一句最簡單的一個小故事 來跟你分享一下 在蔣經國先生1987年的時候 我們華航有一架飛機 飛到了大陸 到廣州 叫做王熙捷事件 對 王熙捷事件 他飛了 但是這是一個貨機 華航的貨機 那麼這個貨機跑掉了以後 大家講的話 大陸上就開始放消息 說你們派人到北京來談判 為什麼 他就把這個飛機機 就飛到了北京 你們到北京來談 我們看看要不要放掉 飛機上面的其他的機組的人員 因為這些人並沒有想要走 是機長飛到那邊去 那機員要不要回來 第二個 那個飛機是貨機 也不是軍機可以投城 這是海盜行為 那怎麼辦 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蔣經國先生有個政策 叫三部政策 不談判不妥協 對不對 不接觸 那三部 開始的時候 那這個飛機就沒有人管 我是負責收集資料的 我第一次去跟金國先生報告 這個飛機去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想辦法 要去營救這些組員 是不是 開始了 沒有停進去 他就三部政策 過了不到一個禮拜 輿論開始起來 說我們政府怎麼可以對於這些不願意去打 知之不理 知之不理不行吧 這時候我再去向金國先生去報告 我說報告總統 基於人道的理由 我們也要去救那些人 把他們救回來 聽進去 基於人道 這就是說堅持中有彈性 對 彈性中有原則 那就是我願意去談 但是只談這件事情 而不是台灣和大陸上就政治問題 拿了這個被他們對岸拿來做綁架來談 是不是 堅持中有彈性 彈性中又有我們自己的既定的原則 好就這樣 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 我那時候是文工會主任 我怎麼管這個事情呢 然後就開會 這時候余國華院長行政院長交通部長連載 一起開會 他們曉得金國先生已經指定我 做這個事情的總協調 所以華航的董事長吳岳 華航的總經理叫做齊榮春 這池城都在我那裡 都說事情跑掉了怎麼辦 要負責下台 然後我就去開會 跟行政院開會的時候 我就提出我處理這事情的建議給大家參考 我說人機分離 我只去交涉把人救回來 不要去管那個飛機要不要 我要把它分開來 基於人道我要去救人 不是想要去救飛機 這個開會的時候 包括連戰先生是交通部長 他們就說這個是我們的財產 我們怎麼可以不管 我們怎麼可以不管 我說那個是策略 我可以跟你講 大陸上載窮 這是民航機 他只要放人 他好意思去扣飛機嗎 果然本人後來的這個策略 我就不講細節了 判斷正確 結果怎麼樣 所以兩岸到台灣來 第一次討論問題 我們能夠得到有些進展 對不起 本人就是那個小小的一個CEO 也是因為宋楚瑜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說 你沒有回答我 你要投給誰 我到現在為止 還在觀察 還有還有多少天 16天 還有16天 16天 我跟你講講看 2004年 那個時候的大選 最後的兩天 都可能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16天還會發生什麼事 誰知道 台灣是一個引起驚奇的地方 什麼事情都可能 不曉得會什麼發生 剛剛主席講說 希望這個親民黨的部分區 滿貫全力打實習都上 也預祝一切都順利 那剛剛也講了 為什麼這次沒有參選 為什麼要實習全上 不是為了名利 是讓我們的三點呼籲 能夠有人去好好去推動 我是唯一跟美國七位總統談過話的人 我去談判 我們台灣買到了F16本人 是吧 所以我跟美國跟日本跟對岸都有過溝通 所以因此 讓親民黨的部分區 14號一定好好做事 請大家 政黨票支持十四 十四求是做十四 政黨票投給十四 一生一世替大家做十四 宋楚瑜說話算話 去問問全台灣各個縣市的這些我們的鄉親 宋楚瑜承諾的事情 一定說到做到 加油 新年快樂 非常謝謝主席 因為主席你今天來我很高興 你在那邊大家談得很快樂 對不對 也很輕鬆 你之後選後還可以再來 好 我再邀請主席來好不好 那時候我就可以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要啟程 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節目都會有網友要提問 學寶也會幫網友提問 我們今天就這個題目問 那主席先檔回答 好不好 謝謝 好主席不好意思 因為網友想很知道 他說他是你的大粉絲 他今年51歲了 他說他高中的時候 曾經在國父紀念館有聽到您的演講 有被感動 也被影響了之後他的人生 他說三十年過去的人不放棄的精神 你激勵著他 想說是什麼樣的原因 支持著你一直始終走在政治的路上 那你覺得台灣跟以前現在最缺乏的是什麼 他這個兩個問題 一個是什麼事情讓我還持續沒有放棄我的初衷 那就是我認為我既然是學這一行 而且老天爺給我這麼好的一個經歷 我曾經追隨過蔣經國先生14年 我追隨李登輝先生12年 今天在台灣沒有第二個人 有我這樣子的一些經歷 所以因此我既然有這個力量 我不要抱舔天物 老天爺給我這些訓練和這個 就是希望能夠為眾生 為老百姓發揮我的專長 想想看全台灣少有像我這樣 有中央的歷練 有這個外交的歷練 有黨的歷練 有地方的歷練 而我又沒有私心 對不對 萬歲走了以後 我可以放膽 還可以繼續 能夠替老百姓做點事情 這是我在這條路上 但是台灣現在最缺什麼 缺少三個東西 One 台灣缺少的是對於民主政治 到底這個政治 值不值得我們對它有信心 如果我們都覺得台灣的政治 民主是騙人的 就是用什麼叫做什麼民調 對不對 什麼叫民調 叫做黨內的內參民調 講不好聽就是自嗨民調 講不好聽 你相不相信民調 結果大家覺得 為什麼西方發明的一些制度 或者到了我們這邊 就會走了樣 所以我們對於民主政治 到底還能不能持續有信心 第二個 我們對於民選的政府 能不能信任 他講的話到底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還是只是打高空 只是騙選票 選舉完以後就不見了 但是最重要的 台灣缺乏的是對於國際政治 對於世界的變化的了解 台灣不能只有一個富國神山 就認為我們拿了這個台積電 就可以有籌碼去跟人家撿完 不是 我們如果對歷史不了解 對現狀不了解 去看看 你看看現在俄國 在烏克蘭縣的那邊 美國的總統 一開始的時候 拜登 我是猶太人 布林肯 我是猶太人 無限制去支持 那個巴以的 那個 這些對抗 你看看看 也走不下去 所以因此 我們缺乏的就是這三個 缺乏的是對民主政治的信心 對於政府的信任 對於國際政治的務實的了解 和因應之道 找一個老師傅 幫大家去守觀 好 投給14號 好 非常謝謝 宋主席已經來到我們下半壤裡聊 剛剛主席講到萬水姐姐 也真的是有點想念她 那這個主席您之後還是可以歡迎常來 謝謝 剛剛您有提到 您在經過先生身邊幾年 14年 14年 就是您這一次就是14號 你可以拿這個對不對 好 非常這個 磨練的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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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經過先生 14年 而且經過先生 在那天會寫您 1月13 那天就是投票是1月13 好 非常謝謝 宋主席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下半壤裡要聊 下半壤裡聊 謝謝主席 謝謝學保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要訂閱下半壤裡聊的頻道會員喔 謝謝大家 嗯 呃